上次说到广义相对论有等效原理 它是说 在均匀引力场中的惯性参考系下的物体运动规律 等效于没有引力 但有加速度的非惯性参考系下的物体运动规律 而显然在惯性系中解决问题要简单的多 于是在分析有加速度的非惯性系问题时 你可以把它转化成惯性系 这需要对物体添加一个虚拟的引力 也就是所谓惯性力 前面的例子告诉咱 惯性力的大小就等于物体质量乘上非惯性系的加速度 它的方向和非惯性系的加速度方向相反 来看个例子 一辆小车在地面上向右做云加速直线运动 加速度大小为A 当小球相对车保持静止时 绳子与竖直方向的偏角有多大呢 以前咱是这么做的 小球受到重力和绳子拉力 它们的合力等于MA 于是偏角的正切就是MA比上MG 也就是ABG 那如果用等效原理该怎么做呢 这就需要把车厢的加速度替换成惯性力 这样一来 由于小球相对车厢静止 所以这三个例是平衡的 根据例的反向法 同样可以得到弹性的α等于ABG 可以看到惯性力的解法跟普通解法的答案是相等的 并且它还可以方便的处理更复杂的问题 比如还是这个车厢 假如小球没有静止 而是在平衡位置附近做小角度的蛋白运动 那蛋白周期是多大呢 咱知道普通蛋白的周期是Rπ更好下LPG 而在这里 小球除了重力 还受到惯性力这个虚拟的引力 它俩的合力 才是小球所受的等效重力 它的大小可以用勾股定理计算 于是等效重力加速度 就是更好下A方加G方 用它替换蛋白周期里的G 就得到最后结果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最后我要提醒你一下 惯性力在中学阶段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虚拟的力 只是为了方便受力分析而引入的 并不真实存在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为了将非惯性系转化为惯性系 需要引入虚拟的惯性力 它的大小等于物体质量M 长上非惯性系的加速度A 方向和非惯性系的加速度A的方向相反 你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 赶快刷个题吧